主料,高粉200克,小麦粉100克,牛奶150毫升,麻薯粉20克,糖30克,烟雾克,酵母3克,黄油10克,主料,红豆沙100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主料中除黄油碗,其他主料放入面包机里,启动面包机,揉至粘手的面团时,再加入黄油, 揉到光环,能拉到薄膜的面团,转至浆盒里进行第一次发酵,室温发酵大概1.5到2小时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大,取出排气,再揉成团,分割成12小分滚圆静置20分钟,擀成圆片,放上红豆沙,收口向下再滚圆,放入豆摊模具里,至于烤箱里进行第二次刑发, 经过约45分钟的醒发,室温烫上至原来的1.5倍大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,180度中沉18分钟即可,捉炉一次,往下上放凉,烹饪技巧,发酵要注意,不要发过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